事实上德国一直是一个电影文化发展较早的国家 早在19世纪末德国便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电影的几个先驱国之一 1895年11月斯克拉达诺夫斯基兄弟在柏林的东原游艺场 首次使用自己研制的放映机 放映了长达15分钟的自己设置的影片 这可是世界上第一次以售票的方式举行的电影放映活动 比法国卢米亚兄弟童年供应的火车近战还要早近两个月 要不是法国人坐靠艺术之乡 电影之父的名号可能就要一主了 而了解世界史的同学都知道 德国在历史上的口碑一直不太好 两次世界大战均是以德国为九星国发起的 可谓是恶怪满营法西斯穷雄极恶的纳粹 全世界热爱和平的正义之士都把德国视为恶魔党 于是就在一战期间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 通过电影的方式 向全世界的人揭示了德国帝国主义的罪恶 拍摄了大量对德国表现仇恨的影片 面对这样的情景 德国领导层一致认为 只有一个大型的洗脑机构 才能够抵御这场意识形态的战斗 鲁敦道夫将军提议 将几家主要的电影公司合并 保护所谓的民族利益 于是就在1917年11月 根据德国最高指挥部 联合金融家 职业家 以及船主们通过的决议 将德国的一些主要电影公司 合并为UFA 即乌发电影公司 帝国直接控股三分之一 该公司的官方使命 是按照政府收益宣传德国 要求其所制作和发行所有的影片 服务于国民教化为目的 反击外国电影公司 在一战期间对德国的诋毁和宣传 制作了大量的政治宣传 及宣调的影片 说难听点就是洗脑电影 而乌发电影公司的这种影片风格 一直持续到1935年的二刀时期 成为纳粹旗下的一个机构 主地为纳粹进行宣传 1935年 希特勒参观乌发电影公司 看到了公司里面竟然有犹太人 就下令将这些犹太人 一一扫地出门 甚至折磨和枪杀 在利益和战争的面前 普通人的存在变得一文不值 但在一战以后 德国开始了战后的重建 在20年代 正如到了德国电影史上 第一个黄金时期 书写下了自己辉煌的电影史 形成了他们独特的 引以为好的电影传统 这期间 德国不仅派出了 像凯里加利博士 最卑劲的人 大都市等名垂青史的 经典佳作 而且涌现出了 梅玉 刘别谦 茂脑等一代杰出的 电影大师 他们创造的表现主义电影 以及之后演变的 室内剧电影 街道电影 新客观派电影 曾经对世界早期电影的发展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于这段历史 我们第二个已经讲述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即至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以德意志第三帝国 意大利王国 日本帝国 三个法西斯仇心国 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 进行了一场浩浩荡荡的 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全球规模战争 在这一期间 德国电影 同德意志民族 一起经历了一场 空前的历史性的大劫难 这些国就是 大批优秀电影导演 与演员被迫离开德国 流亡国外 而纳粹反动的文化政策 使德国电影 沦为鼓吹战争 为希特勒侵略政策服务的 一种宣传工具 即第三帝国电影 饱受摧残的德国电影 几乎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这一段历史 可谓是德国电影史上 难以抹去的一个黑点 而接下来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了 非正义的纳粹军团土崩瓦解 德国再一次进入了战后重建 这一次呢 他们是伤得更惨 直接导致德国分裂为 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 标志着德国历史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两个在战争废剧上 建立起来的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开始走上了 不同的电影发展道路 咱们先说东德 由于在战火中 幸存下来的制片厂 与技术设备 绝大部分在东德地区 东德电影很快便得以恢复 于1946年建立了 国有企业德发电影制片厂 而与之相反 西德电影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战争几乎摧毁了整个西德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从零点起步 摆在西德面前的当务之急 是清除战争废墟 重建家园 可在当时的社会经营条件下 电影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 或生活题材的废墟电影以外 西德很少有什么 更加重要的影片问世 另外受限于政治压力 当时不少的文学家 艺术家不敢表明 自己的政治倾向 无论是对于 纳粹时间黑暗的过去 还是对西德的社会现实 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重建西德经济和社会 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 要啥高尚艺术 要啥文艺复兴 老老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才是王道啊 于是这一时期 除了个别艺术质量 较好的影片外 西德出产的 和纳粹时期的黑暗的过去 在艺术手法上 也是墨守成规 毫无新意 而且表演做作 给人以肤浅虚假的印象 因此呢 50年代的西德电影 无论就其思想 还是美学而言 大多都是回避现实 粗俗的拙劣之作 客观上起了一种 麻痹观众意识的作用 而他们作为战犯 带来的罪孽 似乎没那么容易被原谅 到了50年代末 德国战后重建时期 基本结束 但经济未接出现 使西德社会经济 各种矛盾显露无遗 另外 电视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对电影也是巨大的冲击 使电影的观影人数 在1958年至1961年 短短的四年之间 便下降了27% 除此以外 西德政府停止提供拍片保证金 并对电影支出高额娱乐税的做法 使美国电影趁虚而入 导致了西德电影产量下降 大量关闭影院 到了60年代初 经济基础的丧失 使西德电影 不仅在艺术上 而且在经济上 同时陷入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1961年 西德送完意大利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参加比赛的五部影片 均因艺术质量低劣而被退回 而在童年举办的 国内的一年一度 联邦电影奖评选活动当中 德国一年生产的79部影片 竟然连一部最佳影片 或者最佳导演奖都评选不出 真的是一个人才凋零 完全不卷的时代 OK就在这种战后经济危机 电视迅速发展 美国电影入侵的不利环境下 我们今天的主角 德国新电影终于问世了 大家如果熟悉德国电影的 发展卖越之后知道 其实德国电影和法国电影很像 法国在20年代 有印象派和超新人主义 这两个先锋电影流派 那么德国在20年代 也有表现主义和时内剧 这两个先锋电影流派 而到60年代 法国开始了新浪潮 一批青年电影人走了出来 高声大喊坐车论 那么在60年代德国 其实也有一批青年电影人 他们眼看着60年代德国 电影越来越商业化 越来越主流 越来越好而乌 在电影奖上 甚至找不到能够评奖的作品 只能是痛心疾首 痛彻心肺 痛哭流涕 于是在这个结果眼上 这批青年电影人 义不容辞地战略 他们大多都来自德国慕尼黑 原本是拍短片的导演 有情怀 有担当 有雄心抱负 有阴喵野望 1962年2月28日 在西德奥布豪森市 举行的第八届 西德短评电影节上 亚历山大克鲁格 埃德加赖茨等 26位年轻的导演 共同发表了著名的 奥布豪森宣言 大声宣告 德国电影要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 新的风暴已经到来 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德国新的电影必须创立 他们的宣言如屏幕所示 翻译成中文就是 毫无疑问 这个宣言成为了 德国电影的转折点 他们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们当机立断 筹建了一个 德国青年电影基金会 计划筹集500万马克 资助10部故事片的创作 但是呢 这帮小伙子们 虽然一直在筹集 却远远达不到 10部故事片的启动资金 眼看这个项目就要黄了 终于他们的诚意 感动天感动地 成功忽悠 而不成功拉到了赞助 在1965年 一个名为 德国青年电影董事会的组织成立了 在此后的三年当中 资助了20部电影的创作 其中最多的一部 甚至达到了30万马克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德国进入了新电影时期 史称德国新电影 或者新德国电影 事实上 谈到新德国电影 总会提到四大导演 又或称新德国四企业 他们分别是 法斯宾德 施隆多夫 赫尔塑德 文德斯 他们和之前提到的 亚历山大克鲁格等人 共同为新德国电影的崛起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些青年导演当中 除施隆多夫 曾在法国政治学乎电影以外 其他大部分人 几乎都是靠自学成才的 在战后条件下 他们既没有 专门的电影院校可以求学 也没有导师可以求教 因此 短片成为了 他们学拍故事片的 学校和试验田 这就好比 如今拿手机拍视频的 短视频博主 参加电影节 走上红地毯 斩获各种大奖 推动国产电影发展 提高中国电影 在全世界的艺术地位吗 此外 与法国新浪长相比 新德国电影导演 没有一个像电影手册 那样的理论刊物 可以作为相同的理论基础 或可供表达电影 美学经验的原地 因此 他们大多数人孤军奋战 缺乏共同追求的目标 相互间仅是一种 松散的组合 缺乏进一步的联系 而在新德国电影 运动诞生以后 这批松散的青年导演 第一次团结起来 引火之光终于汇集到一起 成为熊熊烈焰 1960年 被认为是新德国电影的开端 那一年 亚历山大克鲁格 拍摄了《告别昨天》 施隆多夫拍摄了《青年托尔勒斯》 以及沙姆尼的《他》 和《狐狸进猎期》 他们共同作为第一批 具有代表性的新德国电影 在当年的联邦电影奖上 横扫奖项 总共11个奖 这批青年导演的作品 便占了十部之多 不仅在国内一举成功 这些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 也出入锋芒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如科鲁格的《告别昨天》 荣获了意大利 威尼斯电影节的影视角 成为西德第一部 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 随后 施隆多夫 沙姆尼等人的影片 也先后在 嘎纳 西柏林 伦敦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为西德电影赢得了荣誉 从此 1966年 就作为新德国电影的诞生年 而载入史册 这里 我想给大家再展开一个 很有趣的点 新德国电影有一个核心的口号 就是 爸爸的电影死了 什么是爸爸电影呢 这就要回到最初的开始 德国电影史学家 曾经把20-30年代初期的德国电影 誉为 祖父辈电影 把从1933年纳粹上台 直至60年代初期的电影 称之为 父辈电影 也就是爸爸电影 那么 依此而论 新德国电影 便是德国电影的第三代 儿子辈电影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探索 这股拯救德国电影 于废墟之中的 德国新浪潮 或者又叫做 新德国电影 也叫做 德国新电影 或者又叫做 儿子电影 首先 我认为新德国电影 在主题上 也贯彻着 较为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 新德国电影 大多取代于现实生活 以描写社会普通人 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主 比如小职员 服务员 广告员 汽车工人 新闻记者等等 例如新德国电影 四节之一的 法斯宾德 她的玛利亚 布劳恩的婚姻 罗拉 莉莉玛莲 维洛尼卡 佛斯的欲望 被称为 德国女性四部曲 阐述的都是 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之下 最终却被他们所依附的男性 所代表的男权社会所抛弃 贯彻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你们可能以为 我这么讲的话 导演法斯宾德 一定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是一位闪耀着 人道主义光辉的圣人 恰恰相反 我接下来要阐述的历史 可能会让你大跌眼睛 首先呢 她是一位双心灵的导演 兴趣上 其实并没有什么好黑的 但是呢 她的黑点在于 促成两个女人不幸的人生 法斯宾德 年轻的时候 就选择了出柜 她的爱人就是片中的男演员 两个人一起同居 令人震惊的是 她与此同时 还与另外一位女演员也相爱了 而她爱的方式 不是拥抱 不是写情书 而是虐待 这名女演员 不但要和两个男人一起住 她要被迫出去卖淫 为其生计 苦难生活 让这位女演员 先后自杀了三次未遂 最终忍受不了 离开了法斯宾德 而之后 法斯宾德又爱上 另外一位女演员 也是唯一一位 和法斯宾德结婚的人 也同样受惊了虐待 法斯宾德甚至还当众 剪掉了她的头发 对她越来越残暴 终于恶有恶报 这位不尊重女性的一路家 终于在她37岁的时候 因为服毒过量而死 明明是一位 极不尊重女性的渣男 在电影里面 却惯着着人道主义精神 以女性为主角 表现他们所遭遇的不公待遇 可见法斯宾德身上 充满着矛盾 《无独有偶》 他的另外一部影片 恐惧吞噬灵魂 也是一部以日常生活 为题材的影片 描述了一个 上了年纪的寡妇 爱上了一个年轻的 摩洛哥劳工 一个白人 一个黑人 一个老人 一个青年 年龄和种族的差异 导致他们的结合 必定为大众所不能接受 受到来自家庭 与社会的种种责难 生动的刻画出 德国小市民 与外籍劳工之间的关系 同样也贯彻了 人道主义的关怀 好 说完法斯宾德 我们来谈谈 新德国四节的 施隆多夫 施隆多夫17岁的时候 曾经去法国求学 拜阿伦雷奈等 新浪潮大师为师 让他的电影 充满了法师的风情 有浓厚的法国情节 同样也落上了 很多的法国新浪潮 影片的风格 比如施隆多夫 第一部故事片 青年托尔勒斯 通过几名学生 百般凌辱 折磨 拷打一个犹太学生的 等一连串事件 暴露出法西斯 萌芽时期 德国青年 没有人性的种种操作 被团他们惨无人道的行为 做出了深入的心理研究 影射了纳粹残酷 迫害犹太人的滔天罪行 体现了施隆多夫的人道主义关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部影片当中 主人公托尔勒斯 对那些犹太人的野蛮行径 所采取的是一种 由好奇旁观到厌恶 直至到最后怒不敢言 听之认之的态度 施隆多夫希望通过 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 批判第三帝国时期 德国人民的表现 他们长期麻木不仁地 做事纳粹法西斯的倒行逆施 却始终没有挺身而出 加以制止 实际上也做了纳粹的帮凶 那些只会在旁边看热闹 却没有人挺身而出的沉默者 他们真的没有罪吗 OK 因此呢 人文是德国新电影 在新浪潮风格中 符合的第一个标签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我认为 新德国电影 另外一个新名的艺术特色 是追求影片的真实性 不少青年导演 在他们最初的影片里面 着力在线他们自身经历过 或者自己观察过的事物 连乱造的弊病 而显得格外的真实感人 除此以外 他们影片还通过运用 即时性的手法 来加长其真实性 如克鲁格的《告别昨天》 讲述犹太人安妮塔 置身一人逃往联邦德国 却保障人情冷弱 和生活屈辱的故事 影片把许多的既日性镜头 与虚构的镜头剪辑在一起 甚至还让真正的 黑森州最高检察官 出现在影片里面 对被告安妮塔的案情 发表讲话 同样 为了真实 他们的影片 一般不在视影棚内 而在故事发生的原始地点 空间进行实景拍摄 而且 为了避免戏剧化的表演 常常聘用非职业的演员来演戏 如《告别昨天》 《不妥协》 《青年托尔勒斯》等片的主要角色 都是由非职业演员所扮演的 那么这样一来 即时就是新德国电影 在新浪潮风格中 符合的第二个标签 同样也没有问题吧 在接下来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 新德国电影还体现出一种 极为开放式的叙事体系 说到这里 就要提新德国电影的 第三位代表人 由公路片之王称号的 文德斯先生了 他无比热爱自由 喜欢一个人吃饭旅行 到处走走停停 也一个人看书写信 自己对话谈心 他电影具有一种遥远的 陌生的 富有异国情调的特点 擅长拍摄浪迹天涯的公路片 是真正的公路片的鼻祖 而从叙事来说 他影片没有完整逻辑 明确的主题和连贯的情节 他擅长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壁垒 使镜头在不同的长影机中 来回的切换 这种碎片化的叙事结构 打破了传统叙事结构的束缚 形成了开放式的叙事体系 比如在他旅行三部曲 《爱丽丝城市漫游记》 《错误的举动》 和《公路之王》当中 影片往往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既不交代人物背景 也不揭示故事的结局 旅行和寻找这两个主题 作为叙事线索 串离起整部电影的所有的片段 OK 因此 碎片就是德国新电影 在新浪场风格中 符合的第三个标签 也没有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还是在主题方面 我认为德国新电影 呈现出一种 孤独飘格的异化心理 我们还是举例文德斯 文德斯喜欢在电影里面 表现公路 汽车 火车 飞机和轮船的镜头 因此他选择的主题 一般都是迁移和旅行 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绝 以及内心的空虚 比如他在拍德州巴黎 就去到了美国新安部的沙漠拍摄 拍直到世界的镜头的时候 甚至跑遍了四大洲 被称为是终极公路电影 主人公仍然是一个孤独 四处漂泊的中年男子 数年来 他一直到处寻找 他离家出走的妻子 直到筋疲力竭的 昏倒在德克萨斯的荒野里面 后来他带着儿子 终于在休斯顿一家 西洋镜俱乐部里面 找到了妻子 于是男人和妻子 透过西洋镜 相互倾诉了 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眷恋 这部影片几乎集中了 文德斯影片中 所有重要的影片风格 替主人公大多都是 孤独 伤感 云游四方的男子汉 他们差不多都有着 无法实现的愿望 他们四处奔走 不断地追寻着生活 追寻着失去的爱情 追寻着失落的自我 然而 他们的努力往往都是没有结果的 他们的爱情也常是无望的 导演文德斯 似乎就是想通过 这样孤独 漂泊的影片主题 给观众描绘出 当时的社会的原貌 在70年代中期 西德电影非常不景气 当时的影院 只能靠放映色情影片 而苦苦支撑 电影在社会上起到的 和观众探讨的 是一些直击灵魂 更深层的东西 他们认为 当时的德国民众过于麻木 只有躯壳 没有灵魂 犹如行尸走肉 放弃了思考 所以在电影中 导入价值观念 引发观众理性思考 成为了当时 新德国电影 首要做的一件事情了 这里我们提一部 充满黑色幽默 和荒诞元素的影片 《铁皮股》 1979年 施隆多夫将西德作家 格拉斯的著名长篇小说 《铁皮股》翻上了一幕 影片主要讲述了 主人公奥斯卡 三岁的时候 由于目睹成年人世界的丑恶 决心拒绝长大 为此他居然从楼上跳了下来 结果他真的就不再长高 身体永远停留在三岁的高度 而整部影片的剧情 就是他反抗他的父母 纳粹 舅舅的个人反抗史 把当时的社会扭曲 和人性的逐烈 以一种非常震撼的形式 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社会各个街上中 产生了共鸣和引发了思考 甚至可以说 让整个世界对于战争 对于人性进行反思 以此来倡导和平 而新德国电影四节中的 最后一位人物 克尔挫格 由他指导的影片 仍然为自己上帝反大家 则更为震撼 这部影片讲述了 上个世纪 一个遭受社会偏见的 从小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卡斯伯的故事 他在一间封闭的 肮脏的第二室里面长大 经验依靠水 面包 以及一只玩具马长大 一直到养父 把他从地家里面拉了出来 他才第一次见到阳光 可大家不要觉得养父 就是好心的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利用卡斯伯来赚钱 因此呢 卡斯伯之后 就被他的养父 送到一个军官那里 军官把他身上的 所有的伤疤作为卖点 让各种人过来参观他 每个人都可以 肆意妄为的 在卡斯伯身上 创造新的伤疤 吓唬他 虐待他 以此为乐 克尔挫格 就是希望用这部影片 揭露和批判 当时社会的虚伪和利益主义 希望通过影片 引发观众思考 真正的理性和人的尊严 OK 那么因此 无论是铁皮股中 描绘社会的扭曲 和人性的拙劣 还是人人为自己中 所批判的 社会的虚伪和利己主义 都是新德国电影 咱要通过电影之一媒介 与所有的观众 探讨的一些价值观念 企图让观众多一些思考 好 我们继续往下 为了进一步引导观众 对病态的社会 做出思考和判断 他们往往在影片中 加入大量的象征 隐喻元素 比如克尔挫格的第一部影片 生活的标志 和第二部故事片 连诸儒也是从小长大的 分别以一个守卫孤岛 而得了狂躁症的德国士兵 和一个诸儒教养院里面的 小诸儒起来造反 最后终于失败的故事 上这儿人们对社会种种 无法忍受的 极端的 被禁忌的事物的状况和反叛 此外 后一部影片 还是对1968年 充满反叛精神的 大学生运动的一种隐喻 而作为赫尔挫格 拍摄的最具突破性的影片 1972年的 阿基尔上帝的愤怒 则叙述了16世纪中期 一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 在南美丛林中 寻找传说中的 黄金国的故事 途中 一个自称是上帝的愤怒 伟大的叛逆者的野心家 阿基尔突然宣布叛变 杀掉头领 自立为王 并带领人马继续前进 而在之后 探险队的成员 一个个被饥饿 疾病 和印第安人的毒箭 夺取生命 最后只剩下 阿基尔孤身一人 但他毫不动摇 人像中了魔似的 一心要实现 他找到黄金国 建立新王朝的梦想 这个看似荒诞无稽的故事 实际上有一个 极为深刻的隐喻 阿基尔通过暗杀和夺权 而成为头领的过程 和希特勒上台的过程 如出一辙 而他最后的失败 自然也就合情合理了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风格 我认为是在技术上的革新 比如法斯宾德的影片 绝望 讲述了一个背景离乡 没有贵属感的商人 在感情和事业都失忆之后 他的内心成为孤独的灵魂 他试图逃离 甚至杀死自己 于是 在以内景为主的大部分情验当中 法斯宾德在室内空间 都运用了紧身设计 镜像 声音等多种手段 创造了光怪陆里的影像 比如利用金头和玻璃 反映出重重叠影 呈现出恐怖 邪恶 神秘的氛围的同时 也表现出人物分裂的性命状态 而法斯宾德的这种风格 毫无疑问是新德国电影 对德国表现主义的继承 而文德斯之所以偏爱公入电影 是因为他始终追求一种 像流水一样不停运动着的 给人一种等待感的电影节奏和风格 比如文德斯的极大城之作 《柏林仓球下》 讲述两位倾听人类新生的天使 他们穿着大衣裳袍 穿梭于柏林这座城市当中 然而其中一位天使 却因为爱上了人间的女子 而决定变成凡人 在这部电影当中 长镜头 影域 镜头切换 色彩 声音等方面的运用 被导演文德斯拿捏的差到好处 影片中的摄影机 作为天使的眼睛 或驻足不动 静默观察 或做大幅度的升降摇移 警别也在大全景 全景念头之间不断切换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好似一种飞行俯冲的 第一人程视角 而他的另一部影片 错误的行动 最后一场戏 是从直升飞机上俯拍的 摄影机长时间的 跟随着火车前进 直到最后一刻 才离开拍摄对象深入高空 这种拍摄轨迹 实际上也隐喻了 影片中的人物 长时间一起漫游 而到分手的全过程 OK 德国新电影 我们就讲到这里 虽然新德国电影 艺术表现当中 一些出色的说法 并不能够遮掩 某些影片当中 表现的内容的空虚和苍白 但大部分的影片 都以批判的态度 或多或少的 暴露了当今西方社会的 种种的仇恶 这影片所散发出的 悲观虚无情绪 以及所反映的变态心理 则引导着 我们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思考 这场运动的出现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它既是战后西德社会 政治经济的产物 又是德国电影的延续和发展 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则是继意大利新年主义 法国新浪潮 英国自由电影之后 出现了又一个电影革新运动 是战后整个世界电影 革新运动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新德国电影的四大将 他们力图改变电影 改变世界的勇气 实在令人动容 1962年 这群青年电影人 所发表的奥伯豪森宣言 即便是在50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震耳欲聋 依然响彻云霄 在电影史上 已然倾史留名 OK 至此呢 我们今天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新浪潮运动 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开始 经过巴斯兰的 现实主义理论的引导 逐渐走向世界 为各国电影界所认可 既然在电影首策派中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形成了以法国新浪潮 为代表的新浪潮风格 并将这一风格 推广至全世界 辐射到各个国家 比如我们新人介绍的 德国新电影